哈喽大家好,我是爱吃坚果的陈伴伴 众所周知,植物家族最弱小的植物是小喷菇 不仅射程短,攻击力还低 也就明明强强打得过普通僵尸 而僵尸界也有位估计力低的僵尸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我知道我知道 僵尸家族里攻击力最低的就是 Z科技压制者机器人 他的攻击力只有10点 数十低的可怜 没错,就是Z科技压制者 他的生命值只有350 而攻击力也只有10点 攻击范围也是短的令人心疼 那如果我们将他的生命值和攻击力兑换 压制者机器人能一息吗? 陈伯伯还是你会玩 生命值超低,攻击力超高 我愿派出小鬼头去打头去 Oh my god,一梭子直接倒 有点恐怖了 这还不够 我们接着来调整很强大的僵尸 这魔力 对付这些炮灰僵尸绰绰有局了 竟然这些炮灰靠不住我 那不如来几个强点的僵尸 强大的僵尸 那肯定得是我呀 大二组 你是来搞笑的吗 先来个胖多僵尸 也抵挡不住呀 大滚车僵尸 黑暗骑士僵尸 这些都不行啊 根本没有还手的移力 那直接上巨人僵尸 普通巨尸都扛不住啊 那质检员能扛住吗 那是那肯定就没问题了 怎么可以 怎么能倒在目标面前 再坚持一下就赢了呀 因质检员都不行了 那同时面对三位阴呢 也打不住我呀 既然这样 我们叫来贼科技堡垒机器人来对付他 只要打败他 你就是贼科技家族里的老大了 你怕不是说梦话 跟出者才是永远的老大 而且还有一个僵尸他打不过 那就是史莱姆僵尸 可这火力 打在他身上根本无痛不咽